香港疫情持續蔓延 應特區政府的請求 中央派遣醫務人員赴香港協助開展 大規模核酸檢測篩查 幫助香港加快建設臨時隔離及治療中心 以儘快控制疫情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 近日接受中心的專訪時表示 抗疫國家對赴港 體現了國家對香港的關心 相信疫情很快會得到控制 事實上我們現在因為疫情的爆發 就令到我們在醫護人手上很緊張 檢測工作都受到很大的局限 內地馬上抽取了一些人手來協助我們 這一點是幫助我們可以迅速地 去處理那些檢測的問題 亦都去擴大範圍 亦都派了一些支援的隊伍 來幫助我們興建一些臨時醫院 所以疫情就可以容易快速得到控制 我希望兩地的醫護人員多一些交流 大家多一些合作 目的其實都是共同 一個就是為了保護市民的健康 潘耀宗談到 過去一段時間香港疫情極為嚴峻 單日確診病例連續十餘日破百宗 其中大量本地個案 不僅涉及範圍廣泛 且多宗感染源頭不明 為防止人群聚集 已考慮到許多現實在海外和內地的港人 因疫情不變回港 香港特區政府上週宣布 推遲原定於9月舉行的立法會換屆選舉 潘耀宗認為此舉是基於市民的健康和安全考慮 我覺得這個決定都是正確的 我是贊成的 就是押後之後都是為了市民的健康和安全 因為健康至上安全第一 所以押後是應該的 但自回歸以來香港無推遲立法會選舉的先例 一年的深空期應如何解決 尤其是郭榮鏗 楊月橋等四位現任議員 在下屆選舉中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 他們能否在這一年內繼續擔任立法會議員 這一系列問題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討論 潘耀宗相信全國人大常委會一定會做出合憲合法的決定 因為有一年的空缺 而這些現任議員可能要繼續在這裏的話 那可能當中有些矛盾 請開營那個尷尬位就說 咦 這頭他繼續參選不適合 那頭會繼續擔任一年 那這裏可能會有些矛盾 那怎樣處理呢 我想留給人大常委會開會的時候去決定